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Stupid Bar 酒吧防重系列 我是Brandon 在這個系列呢 我會介紹全台灣有趣有意思的酒吧 同時呢我們也會做上 盲癮的挑戰 因為呢我們要了解一下 這間酒吧的細節 甚至呢他們做的手法呢 我們也一一為大家剖析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台南 六十四俱樂部酒吧 它是一個樓中樓的設計 還有天井的部分 所以呢你在裡面喝酒會非常的放鬆 接下來就緊接著進去看一下 它薄荷不要放太多 因為如果放太多的話 很像李斯德里 所以你裡面有浸泡嗎 對我有浸泡蝶豆花 因為本來對Aviation 因為紫羅蘭的關係 會有一些紫色 那我們把它用蝶豆花 做簡單的染色之後 顏色會更漂亮 超高角的這個 然後還有更高的 我們來個矮一點 喝完了 短飲的酒 應該有喝過吧 拜託好 三分鐘都喝完嗎 我們短飲 台南短飲是要一杯喝完 一杯 好我們先來試味道 好我們就邊喝邊帶大家導覽 首先我們先來到吧台 我覺得這個吧台 高度坐得非常的舒適 站著喝 然後呢 坐著就是這種 因為有些吧台太高 你知道嗎 坐太高腳的會很不舒服 這個腳還可以著地 OK的 那酒牆這種 很有質感的深色木色調 剛才跟那個 這邊的老闆小K有聊到 比如說上面有兩隻馬 那兩隻馬呢 是他爸爸收藏的白蘭蒂 感覺特別的韻味 有時代感的酒牆 而且啊 我剛才發現一件事情 這邊呢 他挑高挑的非常的高 天花板離自己太近的時候 會有一種壓迫感 但是呢 這邊不會 對 因為呢這邊還有那個外面的月光啊 因為還有玻璃 他可以直接的這樣灑下來 光線 所以非常的舒服 而且他們的家具 他們的桌椅呢 就做得比較矮 比較矮呢 就離天晚上更遠 會比較舒適的在喝酒 二樓大家可以看到 這有點像美術館的樓梯 天啊 特別的美 以及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電吉他 因為呢 據說呢 這邊的老闆小K呢 他之前呢 也是呢 玩樂團 玩音樂的 所以呢這些都會有 他的收藏的清 不定時會更換 好我們走到樓上看一下 這質感很好摸 我先走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燈 這燈也是有細節的喔 有一個一粒一粒那種 閃花狀的 當你喝得非常醉的時候呢 你看他 特別的療癒 台南呢不像呢 都市的台北 這麼多的高樓大廈 所以呢 你在這間酒吧二樓的空間 然後呢 這邊也是透窗 天氣好的話 你還可以看星空 喝著酒 甚至是這個座位 這個座位呢 可以說是 觀察者的座位 有沒有 然後你這邊也可以看到調酒師 看到他認真的模樣 帥氣的模樣 再來呢 我們再來看看客人 我們可以呢 跟我們對面的朋友呢 來下賭注 比如說好 你今天看到那個客人走進來 覺得呢 他大概可以喝幾杯 你喜歡看人來人往 星星色色的人 可以坐在這邊 看你的人群的時候呢 再往天空看 哇 星空 配著這邊真的是非常的chill 好 緊接著呢 我們走到 二樓的西岩區 哇 天啊 你可以在這個檯面上 享受你的酒 然後放鬆一下 你看它有糖椅 還有呢 桌椅 然後呢 配上這個加草皮 天啊 真的太chill了 台南有很多的酒吧 甚至是餐廳或之類 很多有戶外區 大家都可以來享受看看 因為呢 可能在都市呢 人來人往那非常的壓抑 然後呢 又擁擠 你來到台南呢 你就是必須得 放慢步調 來享受一下他們的戶外感覺 安靜都市的感覺 有沒有 好 講的是那個 台南的鄉親 比較熱衷於改車 好 對 偶爾會聽到 偶爾會聽到 沒有關係 你一樣可以享受 就算呢 人家的排氣管 稍微大聲一點 一樣可以享受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進行我們的 盲鷹挑戰 好 Let's go Cheers 大家好 我今天要給Brendon的挑戰 是一杯經典調酒 叫做 的簡單改編 我們叫他 原本呢 他是使用威士忌跟 香蕾酒 還有義大利苦酒 那我們今天在威士忌裡面 做了一些變化 我們用淺焙的水洗肯亞 還有深焙的日曬野家 兩種豆子 下去做混合豆 然後磨碎放到威士忌裡面 做浸泡 在冰箱裡面冷藏 12個小時 這個叫冷脆 那我們先下 30 威士忌 下不甜的 香蕾酒 拿我們的苦酒 這杯酒有用到 用到Campari 那我們店有用到 Campari的酒 我們都會打上一個 Campari的髒 在冰塊上面 我們最後放一點點的 金箔 好我們現在就來嘗試一下 我非常的緊張 因為前陣子呢 導演幫我找的 都是那種 Premix好的 或是那種 自己蒸餾啊 之類的等等的 那個我猜錯情有可原 六四的老闆 Cansal 他說他做的是 經典調酒的Twist 假如我喝不出來 更尷尬齁 我覺得這冰塊已經有點暗示了 他用一個壓模的上面 他已經有寫Campari了 可能是有Campari 好我們來喝一下 還有金箔 他說這杯是跟 鬼咖啡的那個 鬼哥合作出的一杯酒 這咖啡的香氣 還有Campari Campari的苦味 反而這邊不是很苦 反而是那種 柑橘的香 然後呢 尾巴的那個 苦調性呢 反而是那種咖啡的 這蠻有層次的 而且很清爽 那今天呢 導演叫我說 我應該是比較有信心 但是呢 我還是很害怕 這個咖啡可能是用 Dry的ファムース 因為它沒有那種 Russell的那種甜感 所以反而這一杯 感覺呈現是很清爽 好我們就去試試看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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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找材料 先把自己確定的找出來 Campari 我剛剛看到 在這邊 是故意擺那麼遠嗎 是有的吧 不然硬硬那個 在冰塊幹嘛呢 好 再來呢 我們來找一下 冰箱類的東西 這應該沒有什麼咖啡 這裡面有咖啡機嗎 沒有嗎 好 我都可以聞聞看嗎 還是不用 等一下 我們來找那種 顏色比較像咖啡類的東西 嗯 我們把可能性能都放出來了 柑橘類的東西 好 等一下哦 啊 這裡也有了 這裡也有了 不要怕 那你們的粉墨石在哪裡啊 還是根本沒有粉墨石 誒 這也在下面嗎 嗯 哦在後面 誒 好 應該說這個 只有一個牌子是不是 嗯 羅山 羅山 羅山還有 有 好 來 我們來先實測一下 這些是什麼東西 這兩個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嗎 不一樣 好很緊張 我們先來試那個 因為剛剛有咖啡味 我們現在來找一下那個咖啡 你Fuse咖啡了嗎 還是 什麼 很濃呢 等一下哦 好 我覺得是這隻 咖啡味比較在那個 蛇根上 現在呢 作用區比較像 好不好 來 那你們怎麼分這兩個 這其實兩個是一樣的 不一樣吧 不一樣啦 都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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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只是我看不出來而已 只是我看不出來 我要試一下這個 因為這顏色好像有一點那種 橘橘的 這種 這很棒耶 這很棒耶 大家大家我 我再試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 好我們材料就是這些 但我覺得 我剛剛放久一點在嘴巴 我覺得有點那種 羅麥的甜味殘留 我不知道確不確定 我們再加一個好不好 因為也許呢 它這是浸泡 我不知道它用什麼浸泡 但我們就先試嘛 先試我們再可以修正嗎 因為看它的樣子 它這個是沒有氣泡的 這樣應該是 它的口感 就是用stir的 好 我們開始 唉唷 我猶豫要不要加耶 等一下啦好不好 我們就先放著 我們先試個材料加看看 這個呢 我剛喝它非常的濃郁 我們這樣 這我差不多要加食物 Dried Fumhouse 我們把它加 它點綴在尾巴 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25就可以了 2525 Cemparing呢 15 再來呢 這個呢 我覺得這有點柑橘基調 有點茶香 這個加 差不多 18 亂 亂喊 幾個數字 我試到快喝完了 我很努力的在猜 我真的很努力的在猜 真的很努力的在猜 慘了我這個好像加太多了 它的咖啡有點被蓋過 它的咖啡有點被蓋過 我鼻力上調一點 咖啡再一點點就好 欸很尷尬欸 等一下 動一下 大老兵來吃的 非常的 好成本喔 我剛喝的口感非常的舒服 所以呢 它應該龍水 我抓第三階段好不好 我讓它往後一點 好不好 好 硬要 硬要強 欸第三階段不知道喔 歡迎上我們線上課程 來Casso的店那邊亂打自己的廣告 好 欸很神奇 咖啡香跑出來囉 剛才呢 它的冰塊是有烙印的 非常神奇的 所以呢 我們要先把它的冰塊烙印一下 好 有點顏色 顏色 顏色就不對了 我覺得有加裸麥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有加 完蛋 完蛋了完蛋了 完蛋了 好 好 應該要加點一點 好 謝謝Casso的救命 好嘞 我們現在要來 因為它有自己做自己Logo的烙鐵 我先把它燒熱 這個 這要燒得很熱嗎 這個燒得很熱嗎 欸你燒Campary嗎 嗯 沒有 先冰塊上燒的是Campary 冰塊上燒的是Campary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說有這個我想說一樣 要這個 好來來來 我們來燒一下 所以這燒得紅嗎 沒辦法啦 哦 不要燒一下 哈哈哈哈 剛剛都燒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好來 不要燒一 我們剛剛發現的重點 上面還有一個很貴氣的 像這個金箔 這邊要掃太多喔 聽說很貴喔 聽說很貴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很貴啊 哈哈哈哈 好 好來 真的是 桌上的不要浪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完了 好那我們做完 我們呈現這一杯 好 小K老師來評斷一下 那有請小K老師幫我們試試看齁 我剛剛看你這些材料 做得不錯啦 看起來蠻漂亮的 好的 謝謝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不會啦 好好好 今天就做到這邊 就結束囉 聽到後面 來了 因為材料呢 我剛剛看選的時候 拿了很多 就是根本沒有在裡面的東西 嗯嗯 然後主要的機酒呢 也選錯之樂 嗯嗯 但是其實 大致上是接近的啦 這樣是沒錯的 這樣是正確的 其實這個呢 來我給你看一下正確的 我們就三瓶放在冰箱裡面 其實我們有做一個 很明顯的暗示 我想說你今天要來 因為今天你要拍這個片 導演有特地先打電話給我說 欸小K你那個 這一集修煎 不要做太難了 因為你前面幾間好像 嗯 非常的恐怖 對都猜錯這樣子 嗯嗯 所以我有幫你做一個很明顯的提示 是 你可以看一下瓶身上面哪裡有 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這三個都很像 那顏色也很像 所以我 根本 這個是大家來早朝 因為它使用不一樣的咖啡豆 是 因為我們用咖啡去做冷脆 然後它在冰箱放月酒 其實味道會慢慢 有不一樣會變酸 也會發酵 所以我們選了一個味道 我們覺得做這邊有最棒 還是有做一個類別出來 是 可以再試一下 然後找一下哪邊不一樣 好 可以直接公布嗎 我覺得都 是這個嗎 這個頭上有那個 沒有沒有 這是我剛選的 有了我們要做一個很明顯的提示 我們是用這一瓶 我們是用這一瓶 這一瓶 那差別在哪邊呢 差別是這個White Turkey 是有眼睛的 有眼睛的 我們有幫它點一個 我們有幫它點一個眼睛上去 這兩瓶是沒有的 不是 曹哥你 你的那個暗示很明顯 很明顯 你一隻眼睛嗎 然後深培的部分是日曬的野家 然後拿一個Shop杯給你吃吃看 不是 真的昏倒你 你還拿熱情 難破嗎 好我試試看 我試試看 我們兩種混合豆 然後把它磨碎之後浸泡到White Turkey的羅麥威士忌裡面 放在冰箱十二個鐘頭 去做冷脆 其實根本合不出來嗎 對 沒有 不是 它有一個那個 酸度跟它中間的那個風味很明顯 對酸度是它淺焙的部分 然後後面咖啡的濃郁感是深焙的那種咖啡豆 那咖啡豆 因為其實本身我也不太懂咖啡啦 那咖啡是由我們台南一間 惡名昭彰的咖啡店 叫鬼咖啡 欸那非常有名耶 進行很火耶 盡可能的不要去啦 不要去 是嗎 我怕被罵 昨天我們去跑爸的時候 然後我就聽他街上在講 他說 欸去鬼咖啡 你看他客滿的時候 你不要白目的進去喔 老闆很容易生氣 你昨天我沒辦法 對對對 好 那我們這個材料呢 是完全沒有在這杯酒裡面 但是它也可以更介紹一下 它是用印度大吉林二栽的茶葉 去做的福特加的Infuse 然後因為中間有經過一次 這很香耶 對它有經過一次奶洗 所以它的丹寧感相對的不會那麼重 它拿來做一些比較輕鬆的調酒 是滿受歡迎的 嗯 那我要喝喝看我剛剛到底做了些什麼東西 真的不一樣耶 中間怎麼會有它呢 沒有 所以就只有用這三個嗎 對只有這三個材料 咦 當然你沒錯它是Opel的Twist 那我們在讓客人喝這些簡單的改編之前 我們其實都會建議它去喝原版是什麼樣子 這樣他們才會認識說 我真正去做完改編 跟原本該有的風貌 它去做一個比較 因為現在很多店的酒單 它都直接做一些改編給人家 可是很多人在點之前其實 不知道它原本的樣貌是什麼 對沒有喝過原本的樣貌是什麼樣 對沒有喝過原本的樣貌是什麼樣 那都會建議先喝原本的景點 然後再去喝這些改編 才會知道落差在哪邊 然後意義在哪邊 然後也會更了解酒這樣子 一般來說做這個的話 大家很怕那種compare的那種直接苦 苦到有點沒辦法接受 很多人沒有接觸這種苦 因為大家現在都還是很害怕苦的調酒 那因為苦其實我們平常在喝的咖啡 本身也有苦在 我們就把它加在一起 讓大家用心靜一點的方式去認識苦 對 就是咖啡的苦跟它結合 我覺得真的變了一個 而且我覺得比較清爽 而且很舒服 我們謝謝小K 然後我要呼籲觀眾 大家不要小看經典調酒 經典調酒是一個讓你更認識調酒的一些架構 然後你可以當中再去做twist 所以像今天這一杯就是用opel 經典調酒 然後去比如說增加了咖啡的香氣 甚至用不同的咖啡豆 排列組合做出一張不同層次風味的東西 那我們感謝小K 是的 那大家假如有興趣想要品嘗這一杯的話 歡迎來台南的64俱樂部酒吧 來點點看這一杯 那我們Steamy Bar下回見 掰掰